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8号的VOA卫视 我是宁昕 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跟VOA卫视驻北京和国务院记者连线 介绍钓鱼岛引发的反日抗议 和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季访美的最新情况 世界媒体看中国节目主持人 即将为您介绍有关王立军案的媒体报道 下面我们把镜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李怡华 请他为我们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一环你好 好的 谢谢宁昕 今天是918事件81周年 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持续进行 部分城市的抗议活动爆发冲突 并有大批中国渔船开往中日 双方有争议岛屿的附近海域 日本方面则有两名日本活动人士 不顾警方的阻止强行登岛 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活动 星期二再度升温 由于正值918事件81周年 各地一些民众再度走上街头 抗议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 日本称钓鱼岛为间隔诸岛 两国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 在北京数以百计的民众游行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前 警方在大使馆前组成了多道人墙 并设置了重重栅栏 阻止民众靠近 但依然有众多示威者向大使馆投掷水平 在上海 示威者不接受警方要求他们乘巴士 直接到日本领事馆示威的安排 与警方发生冲突 并多次冲破防线走上街头抗议 冲突中有人被逮捕 日本必须借追捕上 日本必须借追捕上 在香港 多个团体继续在日本驻港领事馆所在的 中环交易广场前示威 上个月成功登上钓鱼岛的一些 香港保钓人士称 不管政府是否放行 他们都会在两天后再度出海 在台湾 保钓人士聚集在日本驻台机构前抗议 门前的石碑日前遭人泼漆 台湾宜兰县渔民计划 今日集体驾船前往相关海域作业 政府海巡部门表示 届时将派船保护 中国各地激起反日浪潮之际 在中国旅游的日本游客们 也提早结束了行程准备返国 一名今年21岁的日本学生说 我们在中国不敢大声说日文 被问到从哪里来的时候 我们说自己是韩国人 40年来友好的邦交关系 和一直以来 中国和日本方面那么多的经济往来 每年贸易往来都不利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快点和平解决 与此同时 中国媒体报道说 一个由1000艘中国渔船组成的船队 死网有争议的岛屿 日本方面称 已经有11艘中国船只现身钓鱼岛 另外还有两名日本活动人士 不顾警方的警告 星期二清晨游泳登上 有争议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 日本海上保安厅官员说 这两名活动人士 后来已经回到船上 美国之音VOA维时报道 好的 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星期二 在北京与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举行会晤 就中日领土争端进行斡旋 帕内塔的到访正值中国与日本 就钓鱼岛主权争议激化的时刻 外界十分关注美方是否会在这些争端中 支持其盟国日本 梁光烈在与帕内塔会晤时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相关内容 适用在钓鱼岛主权身上 另一方面 成都中级法院星期二 结束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 梁王立军的庭审 王立军是中共数十年来 最大的政治丑闻中的关键人物 人们普遍关注 王立军案件的庭审结果 将如何影响当局对薄熙来的处置 进而如何影响中共最高领导层即将进行的权力交接 有关详情 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成都中级法院对王立军涉嫌叛逃 滥用职权 循私王法和受贿四项指控 分别进行了两天的庭审 法院发言人杨玉泉说 在庭审中 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人证和物证 指控王立军贪污受贿305万元 以及包庇涉嫌谋杀的谷开来 免受刑事责任 但检察官又以王立军 在执法机关调查谷开来案件时 积极配合为理由 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法院的发言人还说 辩护律师在法庭上 辩称王立军在进入美国领事馆后 自动离开 属自首行为 也应该依法得到宽大处理 一位成都市民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对他的四条线 我觉得他是最有应的 本身他在重庆高流那些 黑打压那些 我都很反感 因为他盘涛到美国大使关切那些 我觉得如我们中国人民规定 所以我觉得他是最有应的 另一位市民表示 我们国家的公权力 应该为人民所用 而不能够适用 我就是这个意见 像王立军 他可能他的那些问题的话 其中也包括这种 就是说把公权力当成适用 成都中级法院新闻发言人说 法庭将在休庭后 全面审查案件证据材料 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 对王立军案件择日宣判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奥巴马政府星期一 对中国补贴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出口 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奥巴马总统在俄亥州竞选时说 美国不会让这种非法补贴继续下去 因为中国的非法补贴 不但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更对美国工人造成伤害 奥巴马总统选择在俄亥州 做此宣布 被认为是出于竞选政治考虑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上星期指责奥巴马总统 对中国过于软弱 最后 一名自杀爆炸手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 袭击一辆外国人乘坐的面包车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警方说 星期二的袭击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 9名外国人 一名阿富汗司机 和至少另外两名阿富汗人被炸死 爆炸手在通往机场的主要公路上 袭击这辆面包车 喀布尔警方官员说 这些外国人是设在机场的 一家私营公司的职员 阿富汗叛乱组织伊斯兰党 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 并表示爆炸手是一名女性 发动袭击是对一部反伊斯兰影片 做出的反应 好的 以上就是VOA卫视 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今天的VOA连线 我们首先要和VOA卫视 驻北京记者东方连线 请他介绍一下反日抗议 等事件的最新的进展 东方你好 东方 我们知道 中国民众在日本驻华大使馆 外面举行抗议活动 那么你当时在现场 进行了采访和拍照 能不能请你跟我们的观众 介绍一下当时的现场的情景 是 我昨天星期天和今天都去了日本大使馆前面 那么今天的情况呢 我觉得是人数明显增加 也许是九一八周年的缘故 很多人不但是参加了游行 那么两边在马路上看的观众也是非常非常之多 可以说是拥挤不动 根本都挤不过去 我一进门我就看到有一个青年用一个棍子挑了一个 日本皇军的人头在那走来走去 好多人都对他鼓掌 据我的观察呢 今天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今天的味道明显的能够闻出 战争和血腥味十足 那个标语啊 什么 炸平东京 对日宣战 宁可神州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 宁可全国都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 你可以感受到这一片喊打喊杀之声 第二点呢 今天呢 是外地人多 因为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外地人的口音 不单是北京人 相比之下呢 就比那个北京昨天大学生的 理性爱国游行显得有些不严肃 他们的口号啊 很多都是脏话 比如说一个人喊笑日本 然后大家全体一个喊那个三字经的国骂 然后另一个人再喊笑日本 然后全体人呢 再喊那两个字的经骂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广播 不能重复他们 还有的呢 要对日宣战 要活捉苍景空 那个苍景空呢 是日本一个著名的 这个色情演员 AB演员 还有的人呢 牵着这个可爱的小狗 在那个狗啊 在小猪身上 写着日本两字来侮辱他们 第三点呢 我发现反美情绪也在增加 我看到有的人在地上呢 践踏美国国旗 旁边人大声喊 烧掉他 烧掉他 然后还有喊 达到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 日本人是美国的走狗 美国人是日本的后台等等 第四个观察呢 是感到有一种怀旧和文革的回潮 很多民众举着毛主席像 毛泽东的像 喊着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不少人呢怀念当年毛那个时候 对西方的那种坚决 那种反西方的那种思潮 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呢 没有破例 你能够感受到民众中的那种愤怒的情绪 如果不是这么多的武警 这么多的特警 在那里控制 我认为会发生很暴力的事情 宁新 好 东方 我们知道现在在北京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消息呢 就是说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中国的访问 那么今天他和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呢也举行了会谈 能不能跟我介绍他这一次这个访问 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是 今天的会电梁光烈三个小时 两人谈了三个小时 谈完了以后呢 在巴黎大楼举行了一场记者会 刚开始照照片的时候啊 帕内塔还有点笑容 结果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 帕内塔我看那个脸呢 就愁云蜜蜜 他主要就是说如果现在美国 现在中国和日本的这个冲突的局势升级 转变成冲突并且导致军事摩擦的话 那会严重的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公开警告说这种摩擦这种军事摩擦 但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关心和平 都在谈和平 那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呢 发出了在这个记者会上发出了迄今为止 中国军方最强硬的措辞 他提出了这个事端的挑起责任完全是在日方 我们有这个必要 我们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就一点也没给这个帕列塔啊 这个和平之行的帽子 目前呢十几艘海军 中国海军军舰改装的鱼正舰啊 海监船已经前往钓鱼岛 那么福建浙江渔民啊 千船进发万船进发 都奔着钓鱼岛去 说要到那个中国固有的领土去钓鱼 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呢也严阵以待 现在那个地方是冲突一触即发宁心 好的我们知道还有刚才新闻里面提到一个重要的进展 就是王立军的案子呢 今天结束了庭审 那么庭审的经过如何 各方主要是有什么反应 这个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是是在讲这个王立军的案子之前 那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 明天还有一场这个重头戏 那就是帕内塔要会见习近平 习近平到目前为止呢 由于健康原因 十几天没有出面的话 就是第一次会见高级官员 会见外宾 也是会见美国的一个最高级的军方的官员 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见面 明天习近平如何对钓鱼岛表态 明天新华社这个怎么发这个消息 我们都很关注关于王立军的案子呢 程序我们观察和谷开来那案子差不多 外媒呢只能在外边不能旁听 审理完了以后呢 有一个记者会 然后照本宣科的呢 念了新华社的通告 值得关注的时候呢 被告律师不是检察官啊 是检方他们其实就是 就是被告的律师说 他叛逃美国大使馆 是事出有因这个叛逃 那么他也是自愿的离开大使馆 那么他的叛逃行为已经终止 他还保留了物证 向有关部门反映 搏谷开来杀人 同时他这也是立了大功 应该重情处罚 北京的法律专家说呢 大概十天之内呢 这个案子结案以后就可以宣判 起诉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 薄熙来的名字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啊 薄熙来在这个和谷开来杀人案子 已经完全切割 那么王立军的案子 能够在十八大之前结束 从而能够减少转移海内外媒体 对这个案子的注意力 是十八大能够顺利举行 您心 好的 谢谢VOA卫视 驻北京记者东方 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请您不要走开 很快我们还有更多的连线报道 美国的角度 自由的声音 美国之音 直接深入全面 VOA卫视 VOA卫视全新内容全面报道 听听您的声音 拓展您的视野 VOA卫视向您展示事件的真相 权威的评论和观众的心声 教你说地道美语让你出口成章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 VOA卫视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 接下来和我们连线的是 V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华盛顿的 从华盛顿方面介绍一下 这个抗日游行的这个情况 荣香你好 宁夕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 就是驻华盛顿的这个美国大使馆 也是发生这个抗日游行 或者是示威活动 那么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是的 林欣 其实美国国务院已经诸到所有的相关的发展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 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示威游动 还有发生在中国各地前的示威活动的游行 那么国务院表示非常关切 中国和日本由于掉一台的紧张局势会有升级 我们下面先来看看国务院发言人纽兰的最新谈话 刚才那个纽兰的最新谈话呢 其实它的大意的内容是说呢 美国关切 中国跟日本由于掉一台 掉一台问题的紧张局势会升级 那么美国持续呼吁中国和日本两国呢 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是纽兰的最新谈话 但是它的内容跟上个星期差不多 为什么美国要这么的谨慎呢 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 美国跟日本才刚刚宣布要再扩大在东亚的导弹 导弹防御体系 换句话说 也在日本南方来盖一个新的雷达战 那么这个雷达战的名义上是针对北韩朝鲜的核子活动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个雷达战呢 也可以清楚的侦测到在东海海域 还有钓鱼台海域的所有的海上的船只活动 那么第二 美国刚刚宣布了有关于伊朗石油禁运 针对第三国的金融制裁名单 那么的获免名单上面呢 其中日本是其中之一 换句话说 日本并不会由于继续跟伊朗买原油而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 那么这个获免期限的期限呢 更新到180天 上述的种种外交动作都说明了 美国还有日本的坚固的外交同盟关系 所以美国在发言的时候要非常谨慎 千万不能火上加油 不能让人觉得有偏袒日本的嫌疑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这个星期四呢 将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作证 来说明东海海上的主权还有岛屿的纠纷 可以预见中日的钓鱼岛争端将是吵论重点之一 林兴 好的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从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呢 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缅甸的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呢 现在在华盛顿访问 那我们知道克林顿国务卿 星期二呢将和他举行会见 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这个情况 是 这是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在获得释放之后 第一次访问美国 那么克林顿呢 也很早之前就邀请他来访问美国华盛顿 这一次克林顿国务卿也尽地主之宜 今天中午呢将到国务院旁边的和平研究所来出席来演说 并且介绍昂山素季 那昂山素季在会中会接受这个和平研究所 还有亚洲协会所共同颁发的一项奖章 我们知道和平研究所在国务院旁边 过条马路就到了 我们也知道昂山素季还有克林顿国务卿之间呢 有非常良好的互动 那么几个月之前呢 有一部描述昂山素季的电影 由怀疑影星杨子琼来主演 在还没有上演之前呢 国务卿克林顿就已经先一睹为快 并且还据说他深受感动 那么昨天在国务院的例行简报上面呢 记者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缅甸军政府不久之前 刚刚释放了514个政治犯 那么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呢 全面解除对缅甸的制裁呢 对此国务院的发言人并没有松口 只是说美国还要再继续调查 看看这500多个良心犯呢 是不是全部都是政治犯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 就是说国务院这个谨慎立场 跟昂山素季其实是相近的 因为呢 他认为缅甸军政府 虽然是有可能走民主的回头路 那么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压迫 虽然有所放松 也只是初步 因此还要谨慎的听其言 观其行 那美国目前只是放松部分的 对缅甸的经济制裁 还有允许部分的国际金融机构 对缅甸来进行这个技术的援助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下午呢 昂山素季将会来到美国之音 接受专访我们大家记忆犹新 在美国之音庆祝70周年纪念的时候 昂山素季还特别通过视频讲话 来信赫美国之音的70周年纪念 并且还期许我们继续宣扬 民主理念还有新闻自由 那么星期三 昂山素季将到国会 接受代表国会最高荣誉的 禁制奖章 宁心 好的谢谢VOA卫视记者 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给我们所做的连线的报道 观众朋友请您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我们要带您关注一些最新的报道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 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 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 我们来看两则发自美国的报道 中日之间的岛屿争议 越来越激烈 那么在华盛顿的华裔人士 也在918事变周年的前夕 到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前 进行了抗议 下面就听美国之音卫视记者 黄耀义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全球抗日战争史实 维护联合会 以及大华府亚太二战 浩劫纪念馆组织 约6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华侨 于9月17号上午10点 聚集在日本驻美大使馆外 挥舞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 中华民国国旗 呼喊口号举行抗议活动 本次抗议的组织者 陈壮飞表示 他们的诉求是 我们认为钓鱼台是 传统上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所以如果日本现在用这种 非常低下的手段 就是说跟他自己渔民去购买钓鱼台 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 所以这是第一个诉求 就是钓鱼台 我们要保卫钓鱼台 陈壮飞表示 如果无法和平解决 将发动华人抵制日货 抵制日本企业 甚至发动上千渔民 占领钓鱼岛 他希望中国 台湾 以及日本政府 将岛屿争议 提交联合国的法庭解决 参与抗议的民众张淳英 则呼吁两岸领导人 强硬起来 而他对于目前中国境内 出现暴力的抗议活动 则表示不鼓励 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做的 就是长久 不要只有五分钟的热度 你今天你非常的义愤填膺 你去把日本车子这样打砸 与其这样做 不如说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 我们长期的不买日本 或长期不到日本旅游 这比你一时的泄愤 要来得更有效 虽然抗议民众 希望两岸合力解决 不过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过 两岸不会 台湾立法委员林玉芳 也在9月13号的 访美记者会上说 已经向美国方面表示 两岸政府 不会在岛屿争议上合作 陈中飞表示 两岸之间政治局势敏感 但应该搁置争议 维护主权 不管怎么说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应该摆脱 政治上的分别 我们应该说 从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看 这是中华民族的领土 我们先把它增回来 至于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 我们可以长久慢慢商量 陈双飞等人 并且向美国国会进行游说 希望美国摄入岛屿争议 我们现在也各自在跟我们的国会议员们 在商量看 有没有什么很合适的办法 让美国也参入这个交涉中 毕竟美国是所谓的始作拥者 当年他把这个琉球跟钓鱼台 一起把这个行政权给了中国 但我们认为 给了日本 对不起 所以这个是造成所有这个问题的原因 中国称呼这些有争议的岛屿 为钓鱼岛 台湾方面则称之为钓鱼台猎鱼 而美国国务院使用的称呼 则跟日本政府相同 是Sengaku Island 即间隔诸岛 陈双飞以及世界抗日战争 史实维护联合会的会长斯彼得 并且代表抗议民众 向日本驻美大使 腾齐伊朗递交抗议书 日方让两人进入使馆内递交文件 陈双飞描述在使馆中 与日本官员互动的情况 当然他不能做任何回答 因为他的职位可能并不是 不能够做任何回答 我问他身份他没办法透露 他收下信来 对 我相信会成交上去 抗议活动持续一个多小时之后 于上午11点多和平结束 VLA卫视记者黄耀逸 华盛顿报道 再来看看另外一方面的消息 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 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 他在过去2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 是在软禁中度过的 这是他被解除软禁之后第二次出访 昂山素季的行程包括华盛顿 纽约以及中部的肯塔基州和印第安那州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正在减少 考虑减少对缅甸的制裁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in Southeast Asia We have fought wars there In the decade that we were bogged down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If this is containment, containment has no meaning As America'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 I promise you that this Pacific nation will strengthen and sustain our leadership In this vitally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又到了我们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时间 今天的世界媒体看中国的主持人 齐之峰将为我们介绍世界媒体 对于王绿军审判的报道 齐之峰你好 你好 明欣 我们知道你在这个报道 你介绍这个世界媒体的报道 往往是从三个款 一个是日本的媒体 一个是法语的媒体 一个是英文媒体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王立军案 肯定是因为它引发的 整个的薄熙来案等等 那么肯定是引起很多关注 现在跟我们说说法语的媒体 是怎么报道这个事情的 那当然今天那个王立军案 在这个成都这个审 一天就结束 那现在成为全世界的这个重大新闻 法语新闻也不离以外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法国世界报 它那个报道 你可以说在世界媒体当中 相当有代表性 法国世界报驻中国记者布里斯 佩德罗莱蒂 他到了这个成都去 那么在这个审判一结束 他就发出了这个报道 他那个报道就从题目到内容 都非常有意思 他那个题目叫做 这个题目叫做 薄熙来先前的警察总管 王立军因叛逃受审 他的这个叛逃的话 他是这个打引号的 对 你想那个王立军 当年所谓到那个美国领事馆 他是感觉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了 他才这么去 但是在中国 你因为生命 感觉到生命受威胁 逃到哪个地方去 这是犯罪 这他这个引号 这真是尽在不言中 对 有深意 在接下来 他的题目之下 他那个岛屿是这么说的 9月18日 王立军的公开审判 在成都举行 星期一举行了秘密的审判 这位前重建市公安局局长 被控叛逃 引号的叛逃 滥用职权 法庭表示 这两项罪名涉及国家机密 这两个引号的东西很有意思 一个叛逃 它涉及国家机密 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还说国家机密什么呢 再一个就是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 这属于应当是公众 密切追踪 密切关注 密切观察 密切追究的东西 这里边有什么国家机密呢 这中国当局 这方面密而不宣 这也让世界媒体觉得很滑稽 那就是说 好比说 哇 这个贪官 贪污了 但是他贪的什么东西 国家机密 中国现在确实是这样 那个官员 老百姓普遍地认为 中国官员贪污 他们的不明财产 从中央一级到地方 甚至到村长一级 那太多太多了 但是老百姓要求官员 公布财产 党中央说 那不行 国家机密 或者是现在公布的时间 那还不成熟 时机不成熟 时机不成熟 什么时候成熟呢 你建立政权60年了 还不成熟 要600年 那很有意思 现在大家不知道 是600年还是300年 不知道 好 我们知道这个 王立新案的审判 根据上个星期的 这个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本来是说星期二 进行审判 但是突然又出人意料地 在星期一举行 在这中间 这个好像打了一个时间差 那么外国媒体 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此有一些什么说法 对 非常有意思 这方面 这个日本媒体 这很有意思 日本这个经济新闻 经济新闻 驻中国的记者 多布田俊甫 他也到成都去采访了 他那个报道 他发回来的报道 尽管是昨天的报道 今天读起来 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原重庆市第一把手 薄熙来的前新副 重庆市前副市长 兼公安局局长 汪立军的公开审判 原定于9月18日 在四川省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 9月17日 跟国家机密相关的 非公开审判 看来已经进行 这国际媒体根本不知道 整个的跟国际媒体一个 打了个时间差 打了个什么呢 当然打时间差 打排球是不错的 但是你在 国家统治国家 并不是打排球啊 对不对 这是让世界媒体 觉得很滑稽 那有关 他继续报道说 有观察家认为 在中国各地扩散开去的 反日示威当中 支持薄熙来的保守派势力 在暗中活动 当局在9月17日 一早就在法院周围部 所警察摆个阵势 严阵以待的架势 从他这个报道里边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媒体 在今天在报道 中国新闻的时候 有一个很为难的地方 就是说中国的新闻 大新闻是频繁的发生 而且就是重大的 有戏剧性的 无论是讲故事也好 还是拍成画面也好 频繁发生 接连发生 同时发生 让这个国际媒体 感到很为难 你这个东西 这个到底是报道哪一个好呢 他们这个选择起来 主次很难弄 对 对着好事多了 也让他们受不了 就是所谓的好事 我是指的 对这个记者来说 遇到这个重大的事件 尤其是这里有 有这种所谓戏剧性的事件 他们报道起来 那都很来劲 那我们做记者都知道 但是这些事击中而至 一块来了 那你简直是 简直是 你刚才提到这个法文媒体 和这个日文媒体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报道呢 就是都是新华社通稿 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画面 关于王立军 比如说他出场的情况等等 英文媒体又是怎么报道呢 他们有没有对 就是说有一些 个人比较细微的观察 比如说王立军 这个在法庭上的表现等等 那么他们可能显然也是只能通过 中国这个国英媒体 你问了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么在英文媒体方面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澳大利亚主要报纸 悉尼先驱晨报 它在这个华盛顿时间的今天早晨 也就是中国时间的 这个星期一 星期二下午 那审判刚一结束 这个悉尼先驱晨报 驻中国记者这个约翰·加诺特 他就来了 他这个报道 他这么说的 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画面显示 王立军看上去神情严肃镇定 戴着他广为人知的黑框眼镜 白色衬衫干净整洁 法庭发言人杨宇全 今天下午说 审判是公开的 引号的公开的 但独立媒体记者不得进入法庭 这位发言人没有提及薄熙来 薄熙来依然按照中共内部的党规 被羁押 法庭称赞王立军 在调查 为调查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了合作 很多分析人认为 中共领导层可能很快发出 薄熙来案将进入刑事调查犯罪的阶段 刚才我们这个美国之音 驻北京的记者东方 他在这个连线的时候提到 有一些分析 那么一个就是说 这个王立军案的庭审 可能在十天之内就会宣判 肯定是十八大之前 另外一个 他的另外一个分析 就是说 薄熙来案和王立军案肯定会切割 那么你们在英文媒体 或者就是世界媒体 有没有这方面的分析 就是未来的下一步 中共对于薄熙来案 或者王立军案和薄熙来案之间的联系 关联 有没有什么未来的预测 这当然是 这个东西 这是世界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就是王立军跟薄熙来到底是什么关系 就是说中共在他们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 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知道王立军是薄熙来多年的心腹 假如没有薄熙来就没有王立军 而且薄熙来那个妻子犯罪杀人 然后王立军替他打掩护 假如没有薄熙来的话 我想你要是杀了人 我要是杀了人 王立军绝对不会替他们打掩护了 对 这就是说王立军跟薄熙来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但是中共现在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就是努力切割王立军跟薄熙来的关系 所以东方也给我们报道说王立军审判的时候 当局根本没有提薄熙来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其他的媒体 也都是说没有提到薄熙来 这就是使人们 使国际媒体或者中国公众 就是很好奇 或者是要发出这个追问 这中共到底要隐藏什么东西 这全世界都看到了王立军跟薄熙来的关系 跟古开来的关系 为什么要隐藏 有什么必要要隐藏 这个东西是国际媒体关心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王立军这个案件 可以说在从一个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中国的整个的政治制度 司法制度的一个缩影 你可以设想一下 这个薄熙来作为一个中国的高级官员 执政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 他的妻子跟一个外国人 跟一个英国人过不去了 然后就跟他手下的一个公安局局长 副市长说 我要把这个人弄掉 这个人说 好 咱们想个办法 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鸡查毒品的办法来弄死他 后来 这当然这是王立军说的 后来王立军改变了主意 然后这位高级官员的妻子 那个谷开来 就亲自下手 把他弄死了 弄死了之后再跟他说 我把他弄死了 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摆平 然后这个公安局局长 再布置手底下的人 好好好 把这个事摆平 就这赶快去弄 然后弄出这些东西来 说他这个酒醉死的 然后再做跟这个 做出这一切动作的同时 他在把谷开来的这些录音 录下来 留作证据 今天法庭也说了 有个证据 这就使人 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 人际关系产生了这个 非常大的怀疑 还有中国官场怎么是这样的 可以随便把人弄死 然后再去的这个想办法掩盖 然后再偷偷录下来 这个人的录音 到时候人就反过来 再把这个人弄出去 反正就是说 总的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 应该有的作品 他都不光是法治社会 恐怕黑社会 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就是出耳反耳相互咬 这就用一个大白话说 这整个这个蛇窝一样 哇 互相咬 咬乱了套 对 好 我们知道这个王立金 就是外媒对于王立金的报道 往往呢都是在强调他 他就是这个进入美国大使馆 然后把这个薄熙 薄熙来一系列案子 就是怎么说呢 把这个整个事情暴露的一个 一个起始点 可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没有报道的这个背景 就是王立金 其实他自己本身是 重庆的打黑英雄 是王立金最铁杆的这个副手 而且他自己其实可以说是做个多端 我们从外面的报道来看 那么这方面好像西方媒体 或者是外国媒体 对这些背景的报道比较少一点 对确实 那当然是报道比较少一点 因为也不能责怪这个外国媒体 因为外国媒体 他们报道主要是从这个国际视野的角度 从这个戏剧化的角度来报道 所谓的戏剧化 你也不能怨国际媒体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吸引读者 吸引观众 那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戏剧化 但是中国最近发生这个戏剧化的东西太多 所以是国际媒体 对这方面的报道少 但是也有报道 就像纽约时报 就把王立军主持打黑期间的 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一个重庆的商人 范其航 他被判处死刑 受了酷刑之后 对 这个在临死之前 他那个律师被他偷偷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 因为就是你刚才提到 就是重庆打黑运动中 被判处死刑的这个商人范其航 对 那么他是在死前向他的律师诉说 他自己遭受这个酷刑的情况 种种的酷刑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们有一些这个 好 他 他里面你看我们这个画面上面 现在上面就有 他是怎么说的当时 你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 对 他当时怎么说的呢 他当时就说他受的这种酷刑 他是冤枉的 他说 对 他是冤枉的 他受了各式各样的酷刑 他那个酷刑 用了这各式各样的办法 使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就是不能忍受 以至于他想办法自杀 但是他自杀 他无法自杀 他就想通过咬自己的舌头 想流血流死 但是没有死 然后警察怎么弄他 怎么折磨他 就是把他的双手 靠起来 悬在这个高空 一下子把掉了两三天 到了两三天过后 警察把他解下来 那个手铐已经勒入他的手腕子里边 勒进肉里 警察用了一两个小时 才把那个手铐解下来 然后他讲了各式各样的酷刑的这个办法 非常的惨 然后这个他那个律师 他的律师叫朱明勇 就把他的这些录像 供述拍下来 然后对全世界公布 然后这个律师 这绝对是这个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 他就想用这个招法 向全世界公布 他受酷刑的情况 想以这种办法来阻止重庆当局 对这个范其航执行死刑 但是律师用心很好 他也非常大胆 也非常绝望 也非常鼓注一掷 然而他没有成功 这个人还是被处死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人 是来自阴间的声音 是来自阴间的控诉 这个就很可怕 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如果王立军不是因为后面 这个薄熙来案的这个爆发的话 他还是一个中国的所谓打黑英雄 还是一个政界的明星 还是人大代表 而且是重庆市的副市长 所以就从这一点看得出 中国他确实就像你刚才说 是一个整个司法体系的这个缩影 好 感谢微微卫视 世界媒体看中国的主持人 齐之峰参加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 如果您希望了解 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的更多的内容 请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您一定不会失望 好的 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VOA卫视 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 接下来请收看我们的法律窗口栏目 探讨美国的网络色情问题 美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美国有十万多个网站提供非法儿童色情内容 全美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估计 大约20%的网络色情涉及未成年孩子 我的名字叫阿丽莎 柯扎基维茨 我13岁时遭到一个网络性犯罪分子的侵害 我当时对英特网的威胁一无所知 我女儿坐在小客厅里 和一个盒子样的东西在讲话 我以为这就是她做的事 阿丽莎一直在网上和斯科特·泰里交谈 泰里当时40岁 是维吉尼亚州赫恩登市的 一名电脑程序编写员 她幻想成为少女性奴的主人 因此要寻找一个少女成为她的性奴隶 2002年新年的那天 阿丽莎晚饭没有吃完就从家里消失了 当时我百分之百地信任她 无论如何她都是我朋友 而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和知己 我什么话都可以和她说 她有问必答 泰里把阿丽莎带到她家里后 立刻对她进行虐待 并且把这一过程录像 她把录像传给她的朋友和她的圈子 有一个人在看到录像后 立刻通报了执法人员 她把我关起来 我的脖子上捆了一条链子和项圈 打四天之久 她的地下室有一个魔窟 那是你可以想到的最可怕的噩梦 她打我 强奸我 掠带我 把我当畜生一样对待 据网络公司提供的数据 美国有70%多年龄在18岁到34岁的男性 在一般情况下 一个月会浏览一个色情网站 截至2005年年底 儿童色情的年收入为30亿美元 我因为应用儿童色情材料和强迫肌肩行为 而被判刑45年 在我看来 当时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我上网 研究表明 儿童色情可以挑动 原本就在性方面 对儿童感兴趣的人的欲望 促使他们去实际做出来 我在有电脑之前 从来没有看过色情东西 最初只是程度比较轻的异性色情 最后到达一个程度 当这些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欲望的时候 我就开始接触儿童色情 在一个三个小时的时段里 我会和25名儿童交谈 我的目标是发现他们愿意和哪一类人交谈 这些性犯罪人员在和儿童交往时 惯用的手段之一 就是发送他们自己的淫灰照片 他们这么做是使儿童麻痹 丧失抵抗能力 这是笼络儿童过程的一部分 1993年网络色情对外公开后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变革 青少年和性行业之间的防护屏障 从此瓦解 过去提供安全感和防护屏障的家庭 现在就成为性行业 笼络青少年的场所 就在儿童网络色情 真实地出现在美国家庭和社会中的同时 美国人也在就宪法第一修正案 赋予的言论自由权 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利益 进行激烈的辩论 有一点非常明确 任何人制作儿童色情材料 就构成虐待儿童 就是犯罪 犯罪是不受任何保护的 即使某人仅仅是拥有色情材料 研究表明 这种人更有可能成为性虐待者 联邦政府和50个州政府 禁止传播儿童色情 联邦政府甚至禁止拥有儿童色情物 某人即使在家里拥有儿童色情物 也是违法的 并有可能蹲10年 20年甚至30年的监狱 原美国司法部官员 现任媒体道德组织的总裁 特鲁曼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一系列判决中明确指出 儿童色情不属于受到保护的言论 在美国人们有言论的自由 几乎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做 例如不能毁谤 无限他人 不能制作或传播儿童色情 甚至有些成人色情 都不被看作是受到保护的言论 但是首都华盛顿的律师 罗伯特·科恩·里维尔指出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把合法色情和非法色情区别对待 总的来说 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护和性有关的娱乐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色情娱乐 只有当色情内容走向极端 到达淫秽的程度时 据美国法律和法庭判决的定义 色情才升级为淫秽 成为非法 除了法律本身之外 作为社会应该如何保护 未成年孩子 免受网络色情的侵害呢 维吉尼亚州网络安全组织 忍无可忍 通过各种方式 教育并提高人们 对网络危害的认识 家长应该对所有网络功能设备 实施控制 例如台式电脑 手提电脑 手机 掌上电脑 游戏机 和音乐播放器 休斯表示 一些大的引擎服务商 不仅提供儿童安全区 还提供安全搜索引擎 在谷歌上搜索性这个字的图像时 如果我们使用严格安全搜索设置 出来的图像大多是健康的 使用中度安全搜索设置 出现的图像就会更加裸露 当安全搜索功能关闭时 任何图像都可能会显现 那么这时图像就必须经过拦截和过滤 儿童就应该模仿 成人社会说 男人喜欢什么女人 儿童就会去模仿 我们把这些图像和动作 行给他们看 他们就会去做 因为儿童天生就会模仿 这是否会毁了他们呢 是的 会毁了他们 这是他们的错吗 不是 是我们的错 VOA卫视记者亚威张松明 华盛顿报道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 您也可以观看 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信箱是 chinese at 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 他有他刺激国内的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卫视 时日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 VOA新闻 at gmail.com VOA卫视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 接下来请您收看 今天的美国烈影节目 介绍一位为华盛顿特区 争取投票权的活动人士 为什么华盛顿市长被逮捕了 高呼自由华盛顿呢 实际上有个市议会 议员们还有很多抗议者 也在那天被捕了 当时的市议会主席 Kwame Brown Kwame布兰 此后又一次被捕了 原因是滥用政府资金 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怎样开始的呢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始的那天 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题 没错 这个牌子上写的是支持 华盛顿市得到和周一样的地位 对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华盛顿的人只交税 但是没有国会的代表权 我就是华盛顿的居民 但是我没有投票的权利 我在想如果我是华盛顿居民 如果我交了税没有代表权 我可能也会很不满意 我觉得非常不满意 这是不是就是华盛顿市长的办公室吗 是的 好 我们去最大的领导问他 最大的领导 对我问他好了 好 好 我们走吧 我们直接走进市长办公室 请他来解释这个问题 华盛顿市的居民 有没有议员代表 投票权对他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国会里 有位无投票权的代表 和其他州一样 我们有权在众议院 选举出一个人作为代表 但最大的区别是 我们的代表不能投票 尽管他很杰出 但是当所有人坐在国会议席上 就一件事情投票表决时 他只能坐在那里 眼睁睁看到其他435个国会议员 行使投票权 市长口中的这位国会女议员 名字叫Eleanor Holmes Norton Eleanor Holmes Norton 1990年当选为华盛顿市议员 长年以来 洛顿为华盛顿市 一直争取投票权 这位就是华盛顿市的 假国会议员 Eleanor Holmes Norton 那些反对华盛顿市居民 拥有投票权的人 经常引用美国宪法 而在美国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 科尔伯特告诉你 主持人 世代分 科尔伯特就阐述反对派门的立场 各位 我以前警告过你们 不是州就会叫华盛顿州 不过那个名字已经被用了 但是支持者认为不授予华盛顿 特区投票权 违背美国的建国原则 那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 这个国家建立在 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上 但不幸的是 住在这个国家首都里的人 纳税了却没有代表 纳税不代表 是华盛顿市的车牌标语 一些人把华盛顿的旗帜 测在身上 作为对争取投票权的支持 我的朋友Jen Johnson 是华盛顿市的一位律师 他也是投票权的支持者 我对华盛顿市的投票权感兴趣 因为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 我们住在这里 而且我们纳税 我们可以被招募入伍 这里有很多人都去当兵了 但是在管理国家的问题上 我们却没有任何发言权 纳税是投票权 问题的一大部分 在众议院里 我们甚至连不投票代表都没有 没有众议员代表华盛顿市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要纳同样的税 和所有美国人一样 我和我的朋友 像市长学了很多东西 在我们离开之前 他留下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 我不觉得我们可以站起来 自信地告诉别人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我们连自己首都的民主都给剥夺了 举个例子 全世界这么多民主国家 有119个首都 只有一个在自己的政治体系里 被剥夺了投票权 那就是我们美国的首都 华盛顿哥伦比亚市 好 节目的最后呢 又到了我们的英语教学时间 请您收看OMG梅雨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梅雨 我是白杰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 一起来学最新的 最地道的梅雨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 怎么用梅雨表示 你受够了 死心了 想重新开始了 get over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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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他吧 mov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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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前进 I'm still so heartbroken I miss my ex so much 我还是特别伤心 我真想念我前男友 get over it 白杰 He's moved on and so should you 白杰 忘了他吧 他已经重新开始了 你也应该这么做 I'm over it I'm so over it I'm over it I'm over it 我已经不建议了 过去了 白杰 I heard your ex called you last night 白杰 我听说昨天晚上 你的前男友给你打电话 doesn't matter I'm over it 没事 我已经不建议了 已经过去了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白杰 Are you still mad at me 白杰 你还是伤我的戒吗 No it's cool I'm over it 不 没事 都过去了 So done So done So done 我受够了 死心了 OMG I'm so done with trying to find a new boyfriend It's so hard 我再也不要找什么新男友啊 这太难了 I'm so done with this city I really want to move to China 我受够了这座城市了 我很想搬到中国去了 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 什么事情会让你说 I'm so over it 我受够了 I'm so done 我死心了 好 请收看OMG 梅雨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我们在星期五的 焦点对话节目里面 我们要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将谈到一些 最近报道的最新的消息 包括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反日抗议活动 以及这个王绿金案的最新消息 我们随后几天呢 也会继续跟北京记者 台北记者 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记者 进行连线 来报道中国全球各地的反日抗议活动 那么在星期五的焦点对话 我再提一次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讨论 来看我们这个讨论的内容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请您收看 中国大陆的民众 在918 这个81周年这天 举行这个反日抗议活动的情景 我是宁心 我们代表VOA卫视的所有工作同仁 祝您晚安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VOA卫视 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精彩的节目